高光俯瞰碧海藍天 沉沉浪花打在椒岩上 海景美不胜收 金庸雨得天獨厚的天然環境 不僅漁業資源豐富 更是釣客們的最愛 更因他們欣喜若狂的是 2023年金庸雨國際基調大賽即將登場 釣魚 然後就開始喜歡上我們的金庸雨 也因為釣魚讓這個基調比賽 從第一屆 我們的基調比賽 從第一屆就請我當這個代言人 在釣魚界相當有名的資深藝人沈文成 已經擔任五屆代言人 金庸雨國際基調大賽 將在10月14號 15號準時登場 各路好手齊聚 互相切磋 不過為了維持生態平衡 只開放84位登島參賽 那今天的這個基隆雨的國際基調賽 有很多的獎品 很多的獎金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凸顯 我們基隆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 那未來我們也會朝更多的觀光娛樂 跟海洋的融合 來作為未來的我們的一個具體的產業政策 那我們從這一次的基調賽 希望讓更多有名的選手 可以透過基隆的這場比賽來整露頭角 也可以讓更多的人探索到基隆的海洋之美 前來藝人沈文成和基調美少女 和市長謝國良一起穿上救生衣 強調基調活動安全第一 基隆雨國際基調大賽有超過20萬元總獎金 和知名釣具品牌莫彩活動 市長謝國良希望透過基隆雨基調大賽 讓釣客們愛上基隆雨 同時帶動基隆成為基調運動的領頭羊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完成很多態度 我常常會有些靜雨 這位新型公司 將出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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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ucristo 大風在這裏 這位新型公司 絲emment是非常大的 這位新型公司 只是剛剛出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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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 谢谢大家